《彌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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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尧舜的時代 年不叫做年 而叫做仔喔 到了夏朝改稱歲 到商朝改作四 一直到周朝才稱作年 我們來看看這幾個字 首先是仔 當作時間單位量詞使用的時候 讀作仔 例如千仔難逢 元朝的石子章 有一个杂句作品 叫做《竹物听琴》 他说 十载寒窗鸡血鱼 读得人间万卷书 就是一个人 花了多年的时间苦读 读了非常多的书 另外他又读作 载是乘坐的意思 《诗记》里面有说 路行载车 水行载舟 就是说路上的交通要乘车 而水上的交通则要乘船 当作承受用的时候 像是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水也可以承受船只 也可以颠覆船只 比喻事物使用得当 就有利不当则有害 另外还有大家熟悉的 记载是记录的意思 接着是岁 当作年用的时候 像是旧岁岁岁平安 另外它也是时光的意思 例如岁月 战国后期的 储词作家之一宋玉 在《九遍》里面说 岁呼呼而求尽兮 孔鱼寿之福将 岁月匆匆 一年即将完结 恐怕我的性命也不会太长 有一种祭福由于天地之间的感触 而岁当作年龄使用的时候 像是周岁 足岁等等 北史柳霞传有一个故事 它说 柳霞这个人个性豪爽 身材魁梧 年纪小小却有像成人一样的雅亮 非常不简单 另外岁也是一年的古物收成 左传里面说 人民对国君的期望 就好像对收成的期望一样 那么的殷切 最后是祭祀的 祀当作名词用的时候是年 而当作动词用的时候 就是祭祀的意思 例如 祀造就是祭造神 时间是在腊月 也就是农历十二月的二十三日 是古代五个重要祭祀活动之一 而四南北郊 就是古代天子即位以后 在城南的郊外祭天 在城北的郊外祭地 算是一种祈福的仪式 另外还有非常多种祭祀活动 取决于中华民族 是一个相当敬畏天地 敬畏鬼神的民族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 您见过或是听过哪些呢 欢迎到自在生活同名粉丝团 一起分享 接着自圆其说 把时间交给珍珍 哈喽大家好 我是珍珍 刚刚慧云说了 年这个字啊 是时间 是科学 同时也是文化 不管是地球公转 或是时间上的一年 在全世界呢 他们计算的方式都是相同的 但是呢 年背后啊 所代表的文化 在每个国家 确实各有不同哦 比如说 在韩国 由于呢 他们汉化比较深 因此呢 韩国过年的习俗呢 跟中国也一样 家家户户呢 会贴上 穿花 桃符 还有对联等等 有的人家啊 有的人家啊 还会在门上贴上仙女的画像 来祈求上天驱走鬼魅 赐予幸福 日本呢 跟中国一样 会吃一些食物 取它的谐音呢 来代表吉祥话 比如说 他们会吃柳橙 代表 代代传承 吃海带呢 就代表了喜悦 在泰国呢 辽国 还有缅甸 柬埔寨的新年呢 是在4月的13号到16号 他们呢 又叫做泼水节 大家呢 会在这个时候 互相泼水 来洗去 旧的坏运气 彼此起伏 大部分国家的新年呢 都是充满欢乐 而且喜气洋洋的 但是呢 有个地方呢 却很特别 就是印度 他们呢 有些地区呢 过年的时候呢 家家户户啊 哭声不断 人人脸上 剔泪纵横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们是用哭 来迎接新年 他们认为啊 岁月意识 人生苦短 因此呢 用这样 怪异的方式 来表示 对人生的开叹 还被人称为 痛哭元旦 甚至啊 用一天一夜 不进食的方式 来迎接新年 由于这个元旦呢 他们是由凌晨 一直到午夜为止 还称为啊 进食元旦 是不是很特别呢 既然讲到年啊 绝对不能错过的 当然是我们自己 过年的故事咯 相信啊 大家都知道 中国年的由来 是年寿 年寿呢 非常的 残忍凶猛 在除夕夜的时候呢 会出来吃人 由于呢 这个年寿呢 非常害怕 红色的火光 还有草杂的声音 于是呢 我们就在门上呢 贴上红色的字条 也就是现在的 春联的由来了 然后呢 我们会在除夕整夜啊 点着火烛炮烛 来下走这个年寿 但是呢 由于中国传统的年呢 很多呢 这个在台湾生活的人呢 可能有所不知 台湾啊 其实民间的 年的由来 跟传统的中国传说 是不太一样的哦 跟玛雅文化 预言世界末日一样 台湾民间啊 很久以前 也谣传着 台湾啊 会在12月的最后一天 沉入海底 当时的人们啊 内心非常的彷徨 非常的无助 但是啊 由于古代的人们 对于天命说 是非常坚信的 因此啊 既然是命运注定的 大家呢 也只能默默地接受 并且啊 准备着后事 等待最后一天的到来 因此啊 就在距离台湾 乘入海底前的一周呢 每户人家呢 会先将家里 供奉的神明呢 先送回天上 然后啊 12月的最后一天的傍晚 家家户户呢 会准备丰富的祭品 来祭祖 跟祖先道别之后呢 在全家一起围炉团聚 一同度过最后的晚餐 这个呢 也就是过年时候 我们祭祖跟围炉的游来了 晚餐之后呢 对孩子们来说 最开心的 莫过于拿红包了 珍珍记得小时候啊 最期待的也是这个时候了 不过在当时啊 人们拿到红包的心情 可是跟我们现在 开心的心情 大不相同哦 因为当时啊 台湾即将沉入海底 长辈们呢 是抱持着祝福的心情 把家里的钱财 分送给所有的家人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呢 这些压岁钱的分享 其实是让人心情 极为沉重的 分享完压岁钱之后呢 全家人呢 就会彼此化别 一起啊 等待着台湾沉入海底 这个就是 首碎的由来了 没想到啊 到了正月初一的时候呢 台湾竟然 没有沉入海底 哎呦 大家好开心哦 这个时候呢 家家户户啊 户道恭喜 并且呢 吃素来表达 对上天前程的感谢 然后呢 到了初二的时候呢 这时候女儿跟女婿呢 也想起了 哎呀 娘家里面的爸爸妈妈 于是呢 就赶紧回家探望他们 看看他们呢 是否也安然无恙 一直到了正月的初四 确定所有的亲朋好友 全部都安全了 这时候大家心里想 哎 台湾应该是安全了 因此啊 才将神明啊 都迎回家中 继续供奉 过年期间呢 吃惯了大鱼大肉之人呢 按照台湾的习俗呢 事实上啊 应该是在初一的时候 吃素呢 你的家里面 是否也如此呢 不管在哪里 旧的一年走了 迎来了新的一年 年复一年啊 希望我们除了长年纪 也能长智慧 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呢 祝你希望成真哦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在自助旅行里面 Gino会告诉我们 目光之城 跟年有什么关系呢 而在自成一家里面 他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些 温馨的小秘学 不要走开哦